大家好,我是家乐萨人类女修会的冯元清修女 今天很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我过往一些失败的经验 如何透过天主的能力去面对各种的挑战和困难 虽然现在自己在学校从事教育的工作 但回想自己在读书的时候 真的有不少的失败经验 而且读书成绩也不是十分好 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自己在数学方面的成绩特别差 基本上每一次的考试都是不合格 但我的家人不会因为这样而责备我或者埋怨我 反而用不同的途径或者透过不同的人去帮助自己 就是因为这份的力量和这份的包容 使得我有力量去面对当前的挑战 自己当时非常努力 特别在数学科 所以在中四中五那年都可以勉强合格 而会考也幸运有合格的成绩 但第二个挑战又再来了 自己虽然可以顺利读到中七 但就是因为可能太过兄弟 在高考的成绩 今次真是失败了 特别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科 不合格 我记得当我收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真是晴天悲哩 都非常之伤心 而收到成绩的第二天 其实就是毕业底 我其实伤心到根本就没有参加那个毕业 而只是躲在家里 当时我的父母看到我这样 他们不断地鼓励和支持我 还有我身边的一群朋友 也都告诉我一次的失败 不代表永远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这份和条件的爱和支持 使得我有力量去继续去面对 所以就起床 再去找其他不同的院合 当时真的很幸运 我想也是天主 他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能够入读到教育学员 就是因为这样 就开展了我自己 作为一个老师的条路 我记得圣古六中途 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他说 什么时候我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最有能力的时候 我看回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 虽然是真的很痛苦 甚至是很多挑战 但是我也感受到 我是最有能力可以去面对 这份能力不是来自自己 我相信是能力来自天主 甚至是天主派很多不同的人 在我身边去支持和鼓励我 所以我要夸耀的 像圣古六中途说 我是要夸耀我的软弱 因为在那里我看到天主的恩寿 所以各位朋友 不怕去面对自己的软弱 不怕去夸耀自己的软弱 因为在你最软弱那里 天主就在那里 大家一起努力 我是冯远青修女 与鼠共利 万步前行 大家努力 加油